两名警察压制嫌犯 双方扭打成一团 只见其中一名警察 直接跨坐在红衣罪汉身上 紧握住罪汉的双手 让他动弹不得 但罪汉还是奋力抵抗 还一脚踢上了警察的背 警方将罪汉撂倒在地 直接跨坐在对方身上进行压制 而一旁的红衣阿贝多次想出手帮忙 但却又好像不知从何帮起 但其实这名阿贝可是大功臣 那时候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 我是说帮个警察处理一下 因为他喝醉了 要不然他在那边吵 这边鬼火鬼叫的 仔细对比电影里演警察的真子丹 但台湾的警察抓起罪汉 动作一样俐落 甚至有目击民众说 远警难道学会了 美国摔角大赛的绝招吗 奖姓男子进入店内不但不点餐 而挥洒店内的瓶罐到地上 警方获报那个赶到现场 该名男子已经离讯 警方依据店家的所描述的特征 发现奖兰 原来这名罪汉走进店家闹市 警方接获店家的举报 找到男子后 没想到男子却想追向前攻击警方 这时身旁一名年约60岁的阿贝 一个出手就把罪汉尿倒在地 男子酒车值达0.71 事后也依妨害公务 毁损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刘志展李仪惠桃源报导